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大家好 我是葉國財牧師 好想這隻光碟 和你分享真實的醫治的見證 這些都是真人真事來的 他們真是經歷到耶穌的醫治 並且我都有他們聯絡的電話 耶穌是獨一的全能的真神 真的有很多證據證明耶穌是真神 在聖經裡面有很多的語言 這些語言在歷史不同的時間應驗 讓我們知道聖經是真神的說話 因為沒有人能夠一早預先知道將來發生的事 聖經也有經歷性的證據 我們真可以經歷到耶穌的醫治 醫治我們的心靈 醫治我們的身體 和耶穌在很多方面祝福我們 改變我們的生命 有時候當我們看到一些人 在祈禱之後得到醫治 我們都很驚奇神的作為 其實這些全部都是神的作為 不是我們有什麼能力 那是神能夠醫治人 有一次有一個人來到我們的聚會 他說他十幾年每晚只睡兩個小時 我們為他祈禱之後 第二晚的聚會我們就問 有沒有人昨晚的聚會裡面 經歷到神的祝福或者醫治呢 這個人就跑上台就說 他說我十幾年都是睡兩個小時 但我昨晚第一次睡八個小時 感謝主因為神的工作是很真實 神真是很愛我們 很關心我們 很滿有能力的 這些一切都是神的工作 不是人的工作來的 我們不能夠令人病得醫治 唯有耶穌能夠醫治人的疾病 連一切榮耀眾贊 都歸給天上的父 也有一次有個媽媽和幼稚園的兒子 他告訴我 這個兒子有一年那麼久 他每晚咳差不多三個小時 這個媽媽非常擔心 有時候聽到他咳 這個媽媽就會哭 他就帶他去看中醫西醫 但是始終這個病都不能夠好得上 他見到我的仇 我就為他們祈禱 祈禱之後 後來這個媽媽告訴我 他咳的病就完全好 就是說 神是不需要藥物 居然把這個一年的病 完全治好 是中醫和西醫都治不好的 讓我們看到 神是真的很關心我們 很有能力的 有一次有個媽媽來到我們的祈禱會 這個媽媽有十九年 有狂躁抑鬱症 自從他生了兒子之後 他有產後抑鬱症 一路就變成狂躁抑鬱症 即是他很容易發怒 又很容易低沉 很多時候都會想到想自殺 還有他一路都吃安眠藥 在嚴重的時候 有幾年他吃十粒安眠藥才睡覺 然後睡到半夜的時候 他又再吃十粒安眠藥 你想想一個人 一晚居然吃二十粒安眠藥 還有他有十年沒有煮過飯 他說很累 心又累 身體又累 他就形容好像跟梳化連為一體 我們為他祈禱之後 他馬上經歷到神的平安和喜樂 當他回家的時候 他說他感受好像天都光了 他忽然間有動力 他買菜煮飯甚至走回家 因為他平時是搭的士出門 搭的士回家 他走回家煮飯 結果他驚奇 為何一個媽媽十年沒有煮過飯 忽然間會開始煮飯 神的工作就是這麼真實 這麼奇妙的 其實在聖經裡 也有說到 神是一個醫治的神 在舊的聖經 以賽書五十三章五節 那裡說到 因耶穌受了鞭傷 我們得醫治 原來耶穌為我們受苦 最主要是拯救我們 赦免我們的罪 但他也為我們的病 而受苦 因為他受的鞭傷 我們就得了醫治 在新的聖經 當耶穌猜遣門徒 出去傳天國福音的時候 他就賜給他們 醫病 趕鬼的權兵 在馬虎福音十六章裡說 信的人必有神職除了他們 守岸病人 病人就必好了 原來神是賜了這個應許給我們的 在哥林多前書十二章也說到 有醫病的恩賜 在舊約聖經和新的聖經 都有記載的人在祈禱之後 他的病是好回來的 原來神是很關心我們 很想醫治我們的疾病 其實很多人都會因為病 而很懼怕 或者很擔心 或者很影響他的工作 在三角時代 我們都認識很英勇的張飛 有一次他說 他說我什麼都不怕的 但有一個人就說 你伸出你的手來了 當他伸出他的手之後 這個人就在他的手上寫了一個字 寫了這個字之後 張飛就很害怕 馬上縮了他的手 這個字是什麼字呢 就是病字 原來一個怎樣英勇的人 都會怕病的 就算小病 好像發燒 感冒 都會令到我們很不方便 但也有些長期的病 很多人都覺得很困擾 譬如很多人會有長期失眠 失眠的時候 也影響身體很多其他問題 很多人都很想脫離疾病 所以是很想祝福我們 願意大家用一個開放的心 來看這方點 願神的恩典留到你身上 各位大家好 我是杜根凱 在我生命中 經歷了一個很神奇的事 就是我的生命幾乎是沒有了 請聽我太太詳細說給你們聽 我怎樣經歷這個問題 好多謝神 在我這個過程中 完全是見證到神的存在 和祂的帶領 給到我是很有信心 我是杜太 我先生在去年9月中的時候 突然間腦血管爆裂 醫生說是中風的 危在彈直 醫生說要叫家人來見最後一面 在那個情形之下 我就很無助 很無奈 我先生是基督徒 我不是的 之前我不是基督徒 是一個很迷的佛教徒 迷到吃了五六年長齋 上台廣告的學人 我先生突然間爆血管 接著住了幾天醫院 就出院 其實不讓他出院 不過要做一個檢查 他不肯做 即是在大腿動脈開孔 就透過心臟血管 去到頸動脈 然後打點顯影劑 上腦那裏看看 哪個位置出問題 就看做不做手術 他就不肯出院 接著出院五天之後 半夜抽筋 昏迷 就送入醫院 上衛院醫生一看檢查 他這次出血 比上次更嚴重 整個血浸著腦 頭大了很多 醫生說他生存指數 只剩下三度 當時我就很茅 見他昏迷 就幫他做了個檢查 檢查不到 找不到哪條血管爆 那條血管很清楚 唯有 血浸著部位 就看不到 做不到手術 沒辦法幫他 他說放他進心肆治療部 兩日後 9月27日 我回下班 突然打電話給我 要我立刻去簽名 立刻明天要幫我檢查 因為如果再不做 他就一日內 即24小時內 或者兩日內 他就走了 那一刻 我真的很茅 人生去到最谷底了 怎麽算呢 如果沒有他支撐我 我一個人是頂不到 撐不起店 也沒有能力去照顧兩個女兒 因為我要分身去照顧這麽多東西 我可能會精神崩潰 我覺得自己 那我就 沒辦法 半夜 3時24時 就起床 起床 就祈禱 跪在騎樓看著天 當時天很清很爛 很靚 很寧靜 那我就 哇 那兩個女兒就睡了 家裏就剩下我 自己祈禱了 不知為何 突然之間 很認罪了 由小到大 記得的罪 全部講完 講完 就求主耶穌赦免我的罪 然後就求他 明天 給醫生 幫我先生找到原因 可以對症治療 我説聖經記載 悲的是你有治好 悲的是你治好 我説 我先生的病 你一定治得好 我指揮你了 我靠你了 我不理 我靠你了 我交給你了 我説現在 我説現在 沒有人可以依靠 唯有是你的 一路一路 祈禱祈禱 然後 講完 哭完了 起床 跪又跪了 起床 走幾步 回到廳 當時 他當時 整個人 什麼都沒有 腦裏 然後 主願我同在 我説 主願我同在 然後 又一句 主願我同在 然後 我就跟著說 主願我同在 然後 自己的意識 就說 好還是不好 這句說話 為什麼 就是 是否告訴我 明天的手術 成功與否 然後 糟了糟了 很害怕 什麼意思 沒有人問 想打電話給孤仔 沒有 半夜三更 實嚇死他 以為有什麼事 沒有了 糟了糟了 怎麼都要等到天亮 即是有一個聲音 你感過一個聲音 是 我從來沒聽過這句說話 因為我以前沒有看過聖經 六點鐘 我孤仔來我家 接我去醫院 第一句說話 開門給他 問他 主要我同在 好還是不好 當然好 我去醫院 九點鐘 就推我先生 去做檢查 檢查到 我在外面 不敢停 不斷祈禱 和我孤仔兩個人 一起祈禱 祈禱 11點多 醫生出來 就跟我說 找到原因 醫生可以幫我做手術 很開心 但我即時的信心 就大了很多 真的 多謝主 多謝主 又繼續祈禱 接著就去做大手術 手術 就是在大腿的動脈 放些鐵圈 在爆血管 那條血管 有個皮捲 脈 在那個位置 從隔膠的位置爆 手術 就放些金屬圈 然後 堵塞血管 不讓他的血流 流到 就不出血 不需要震壞 那些腦神經 和那些腦組織 細胞 那樣 幫他做手術 要三四個小時 我就不斷在外面 祈禱 愚仔 祈禱 祈禱、祈禱、祈禱 醫生說放最生氣的圈是最危險的 手術成功與否 因為怕它跌落、脫落、穩不穩 脫落,上面之前放過的就鬆 它就跌落下來 祈禱、祈禱、祈禱 祈禱五點幾 接著五點幾醫生出來 就很開心告訴我 手術成功 由那一刻,我的心跟自己說 從今以後,我一家人的生命 全部屬於耶穌 因為是對現了她跟我說的說話 因為我以前未聽過 又很害怕 原來這句說話是好的 我就說好還是不好呢 主要我同在 原來是好的,對現了 第一,找到原因 第二,麻醉科給了一個高級顧問醫生 兩個高級顧問醫生跟她做 第三,手術成功 就很奇妙 後來我才知道 她是屯門院第一例手術成功 那一刻,我已經別無他求 已經知道主耶穌的愛對現了 我就是真的了 我正在跟著這個神 我正在信這個神 這個神是真的 他沒有說謊 然後一直康復 現在一跌後為正都沒有 在店頭負責執藥 所以我們教會的同工說 神有一個奇妙的結作放在店頭上 很大舊的,有空去看看 我先生在我身上很對現神跟我們說的話 9月30日那天,葉姆斯去我們教會 跟我祈禱 接著我結了字 然後葉姆斯跟我們一起去醫院探望我先生 葉姆斯進去心慈治療部教我祈禱 又祝福她,又按手祈禱給我先生 一直祈禱,祈禱到很晚 一班弟兄姊妹在心慈治療部門口 圈禁食祈禱,跟著葉姆斯一起 葉姆斯進去跟我先生 我一進去就見她發燒 做完手禮後經常發燒 發燒,又低又高又低又高 醫院最怕就是發燒 因為怕她發炎腦裏 我進去,她是左邊 整邊是紅的,紅到魚 右邊是黃的,我很害怕 我摸著她 我聽葉姆斯教她,按手祈禱 葉姆斯進來,站在她那邊祈禱 我繼續跟著葉姆斯祈禱 站著,站著,站著 我的手是熱的 我的手是熱的,她的腳是冷 剛才進來,我的手是冷,她的手是熱的 我便睜開眼,腳是乳紅的 和那隻黃色的腳一樣色 平時色,然後便退燒 有一次祈禱她之後很清醒 初初不清醒,她很清楚 有一次祈禱很清醒,瞇眼說神耶穌 對,應該是醒醒,如果不是2號還是3號 又是我和葉姆斯一起祈禱 她便問她,我是葉姆斯 你記不記得我,我來和你祈禱 和你祈禱是否很舒服呢? 如果是,你就大力地咪咬 她由她出事,到她很正常人的一樣 2個多月 如果她不說,那些人都不知道她發生過這麼大的事情 是神改變了我們的生命,改變了我的家 我爸爸媽媽,弟妹妹那些都信了主 很感謝主,因為我每次和她回深圳 看我爸爸媽媽,一邊喝茶一邊吃東西 我媽媽都看著她,真是要多謝耶穌 真是要多謝耶穌,真是很多謝耶穌 因為我媽媽所見過,她的同學、親戚朋友、仲宫那些 仲宫那些,仲宫就是長期睡幾年床 要是要擺獎,他完全沒有這些 我好多謝神,在我這個過程中 完全是見證到神的存在和他的大名 給到我是很有信心 Hello,我是麥斯莫 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四個神 在我身上醫治的結症 第一個,我很感恩的 因為我有十二年的腰骨痛 我生完女兒之後就開始腰骨痛 那痛的程度就是 不可以沒有東西靠來坐 還有站著也是的,一定要有東西靠著 那如果我在街上見到人的時候 我簡直不可以站著和他聊天 那我一定要找個地方,找個牆 就靠著了,然後跟對方聊天 另外就是,又不可以用背囊 是很不方便,是很痛的 有時候呢,如果做了沖沖的事之後 那又要呢 他又要,痛到有時候要休息 即是在家裡休息,不可以活動 但直下來呢,我也有看醫生的 其實很多厲害的,譬如做完某一件事 做完某一件事,辛苦得太痛 那就去看醫生 到我加入了天曜生面堂試動 和義牧師一起的時候 那時候我剛剛去到 剛剛去到,義牧師就探訪 和我一起去探訪 那個姐妹是住六樓的 那時候呢,剛剛的電梯就停了 就是那些人修理的那些 那義牧師就說是走上去六樓 那我就走上去 走完之後呢,我已經覺得痛的了 回家的時候,哇,真的很辛苦 真的很痛的 好像他的腰骨不屬於自己的痛度 那睡覺呢 一直以來,腰骨痛,我忘記說 就是睡覺,睡得不好 即是如果是很痛的時候 是不太睡覺的 太陽粉第二天,就是星期六 那義牧師和一個女傳道 就知道我腰骨很不舒服 那他們很好,就為我按手祈禱 那義牧師就按著我頭 那個女傳道就按著我痛的地方 那他愛我的時候 其實那時候呢,我這樣到一個熱能 就在我的背部 在我痛的地方 那我回家的時候呢 當我睡覺的時候 我就想了,為什麼不痛的呢 為什麼我不痛的呢 因為我記得昨晚 昨晚的時候很痛的嘛 為什麼不痛的呢 那我就說,是不是熱的時候 那時候好我 那我就睡了一覺了 那天晚上很好睡的 那天晚上,感謝主 很好睡的 那到翌日的時候呢 那真的又不痛的 那我不痛的時候呢 那我就很開心了 那就是說 那就是說 真的好起來了 原來呢,就是我的腰骨痛好起來了 那就是感謝主 那到現在了 到現在了 到現在兩面後了 那都沒有痛過 那現在呢 可以站著跟大家講解 感謝主 那就是 Jason 呢 真是醫治了我 這個腰骨痛 那第二件事 我想跟大家分享呢 就是我的鼻敏感 那我的鼻敏感呢 就是呢 在 我就是出來做事呢 就是二十歲左右 就出來做的 那時候呢 就每天早上起床呢 都 都有很多鼻水的 那就是呢 就很忙碌的了 那你就拆牙又要伸鼻態 伸鼻水 有抹鼻水 換衣 那就是很多人 都拿了十幾張 每天都是這樣的 那到晚上放工呢 回到家了 五點六點多鐘呢 又是這樣 就是要這樣 就是要這樣抹的 我是試過看醫生的 就試過不舒服的時候 看完 就是順便看完 那就是看完 就吃了 給一些藥丸吃 那一陣子就來過了 那在我去了 天躍生命行 時 那 那 那這樣呢 就 可能多祈禱 就是很多祈禱 很多時候機會呢 都是按手禱告 給錢去服侍的時候 那就是 那就是 我都不知道幾時呢 就 就好了 總之呢 就是沒有了這個 鼻敏感 直到現在都沒有 那就是煮的 就是我呢 差不多 整二十年的鼻敏感 都醫好了 給我感覺到 是更加的精神健康 有一次 整整三天 去不到廁所 去不到大便 肚子裡面 就是整天 脹著 那就是 那天 眼耳牧師 又為我按手祈禱 就是為我祝福 按手祈禱 按手的時候 我真的很感覺到 就是 他按著我頭的時候 就有一度的氣 就進入我身體裡面 一進入我身體裡面的時候 我的肚子就 就是痛我開始 那就是 那就是 他肚子痛 那他站好之後 我就去廁所 那他廁所很暢順 那我就感覺到 啊 就是原來 就是 就是 連我們這些 連我這種病 那我不舒服 神都會理到 而且聖靈都會幫到我們 就是我很感謝主 都試過很多次 就是有時候睡得不好 或者是時候很緊張 我記得有一次很特別的 就是說 我有帶一個兒童的聚會 星期六 可能要帶了 比較緊張 那很頭痛 那牧師呢 那我就一步在這裡休息 那牧師見到 和一個弟兄見到我的時候 就問我什麼事 那我就說 我不舒服 我頭很痛 那牧師就立刻為我按手祈禱 按手之後呢 那我的頭痛就沒有了 那還有一個人呢 那個眼睛也大一點 就很精神 就很有力量 很興奮 那就是 那就是 我很感謝主 聖靈呢 就是他臨到我身上的時候 他讓我自己感受到 得意志 是很開心的 是很興奮的 有時候我自己有些不開心 或者是 有人影響自己 影響自己的情緒 那一按手祈禱之後呢 那整個人呢 又會輕鬆的 在事奉的過程裡面 那很多時候呢 有些很不開心的人 來找我們 或者他很憂傷的人 來找我們 那跟他聊完之後呢 就會按手祈禱 按手祈禱之後呢 就是看到他 就是看到他整個人 是輕鬆的 其實他的問題沒有改變 看到他呢 就是很有力量去面對 還有跟他來之前 是很不同的 有一個呢 是吸毒的 懷孕的女士 就來找我們 有一天 因為他吸毒 就影響寶寶寶的成長 那醫生就說 寶寶每天 最少要踢十次 如果踢不夠十次 就回來找他 就是找醫生的 那天他來找我們 這個女士來找我們的時候呢 就忘婚了 他就說自己踢了四次 那天呢 就說去按手祈禱 那姊妹就按著那個BB 按著她的肚子 就去祈禱 就去祈禱 很奇妙 很感謝主 就說呢 在我們的祈禱過程裡面 那個BB就不斷踢我 就超過了 成十次了 就很感恩 就是神拖兒都會來 就是很感謝主 一個的姊妹 那她呢 就是第一次來我的教會 那第一次來我的教會 那第一次來我的教會 那早上她來我的崇拜 那她來我的教會 那她可能覺得好 那她就下午來找我們 就是感謝主 下午來找我們 那她就來跟我聊天 那她在聊的過程裡面 就知道 原來她很多年 她都不能睡覺 那但是呢 那她呢 就有人跟她傳福音 那她就說 傳福音之後呢 她就說 她信了耶穌 那她就叫她來附近 就是她家裡的教會 那她就來了我們的教會 那我跟她聊天之後呢 那我又為了她按手禱告 那按手禱告的時候呢 那她就去祈禱之後呢 那她就說 那她就說 很舒服了 就是開心了 很輕鬆的 那我就走了 那到了阿葉牧師 就跟我去探望她 那因為她是新另外的教會 那我就去探望她 那她就說回來 原來呢 那天呢 就是我為了祈禱之後 她那晚睡得到 哇 真的很感恩 就是原來 我都 我自己感覺到 哇 就是神去用我 原來神用我去祝福她 很感恩 就是很感恩 那她就告訴我 她用思維討告後 她感到整個人輕鬆了 整個人輕鬆了 很輕 就是心裡那個東西 好像沒有了 那樣 就是很感恩 原來呢 就是神呢 聖靈呢 是可以 臨到人身上 真的好像聖靈說 她釋放人的心靈 她給人有喜樂 就是很感謝著她 有一個女士 她跟我們說 她經常就好像有個黑影 就在她的家門口 就是籠罩著她的家 那樣的 而且她就看到 她的眼睛 她經常覺得很蒙 好像有一層東西 遮住她 所以她看東西很不清楚 我們就為她按手吐過 我和義務司為她按手祈禱 我們跟她祈禱之後 她就告訴我們 在她的前面 就是在她遮住她的前面 好像一層衣服 遮住她 那層衣服就沒有了 就這樣遮住了 我們也回到她的家 就是她在她的家裡 經常有個黑影 在她的家門口 經常看到她 就是在她的家裡為她祈禱 為她祈禱 為她祈禱完之後 她就說是沒有了 其實這就是一個邪惡的勢力 令到這位女士 很害怕 精神 又很不集中 我也不怕 因為耶穌是聖過的 那她奉耶穌基的名 我們要為她的姊妹 去按手祷告 也奉耶穌基的名 去祝福她的家 那我和義務司 一起釋放的時候 我們很多時候 都會和一些牽涉人聊天 去關心她們 那他們呢 就是 每次聊天的時候 都會和他們有按手祷告 很多時候去分享 記得的 他們很多時候 會和家人相處上面 不開心 被媽媽罵完之後 他們就很不開心 為她按手祈禱之後 她整個人輕鬆 整個人輕鬆 又有 有功課 有壓力 面對考試 她們回來 很大壓力 會哭 我們就為她按手祷告 祷告完之後 她說整個人都輕鬆了 她自己覺得有一份力量 去面對她的功課 我是文太 錦日神 她醫治我今天幾件事 其實我的腳 這腳已經痛了幾年了 和麻痹了幾年 特別是昨天是因為阿貴的問題 最近幾天都是因為阿貴的問題 而會管到腳掌 和背脊 管到整天身都是麻痹的 鼻道是很不舒服 睡覺都睡不到 連站在那裡都感覺到麻痹 感覺到麻痹 所以都會用肉站在那裡 減輕麻痹 而且艱果也是 我辛苦到晚上都不能睡 而且日後都不能睡 是會用手勢去減輕 疼了疼疼疼疼 這裏疼疼疼 昨天我都想著痛到頂不睡 或者怪貧婆頂不睡 我都想著去日吉症 去日吉症 就是當時發生了些事 所以就沒有去日吉症 今天葉姆斯為我祈禱 神醫治了我幾件事 現在整邊身真的沒有麻痹 沒有麻痹 現在都沒有痛 這個位置都好轉 其實已經很多年了 都有五至六年了 轉到真是很辛苦 轉到真是很辛苦的時候 都會扣食藥 真是很奇妙 經過是 神醫治我 那我的位置已經沒有了 沒有了 頭都會痛 每痛都有祈禱 求神醫治 當時也是微痛 微痛後都經過葉姆斯叫我 叫我你自己學祈禱 求神醫治你 當時我真的要跟葉姆斯去學 誰知真是很奇妙 神醫治我 我的頭竟然有點痛了 很感謝祈禱 感謝祈禱 我都很感謝神 當時我的憂慮 和顧慮 會令到自己 不知如何去解決的時候 經過葉姆斯窮的祈禱 神去幫助我 幫助我 現在都給我釋放了我的心 感覺到是一種很飄飄然的感覺 是覺得自己 被聖靈充滿了自己 神真是 醫治我 幫助我 很感謝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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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曾經常買菜 做到腰骨痛了 痛了大半個月 有一次我在家 煮菜時 刨絲瓜 打算蹲下刨絲瓜 一蹲下 哎呀 腰骨痛到我 不可以彎身 要伸直 幸好當時我兒子 立即放了一張椅子 讓我坐在那裡刨絲瓜 當我刨絲瓜之後 我都起不了身 都要我的子女 扶我起身 痛到不交關 當晚我就 叫了牧師 上來幫我祈禱 求成醫治 兩次左右 第二次 當我們和牧師 和我兒子 敬拜讚美的時候 我們很投入 很開心 當完炸尾的時候 我看到地下 有一塊刨絲 於是我蹲下 一蹲 哎呀 我的腰骨 完全沒有痛 難道真是 神醫治了我的腰骨 我立即走到 寶寶床 彎身 抱我寶寶 起床 真的沒事 完全沒事 很開心 原來真是神醫治了我的腰骨 我感謝主 第二次 就是 我有一個痛症 住在醫院 已經住了三天 但是三天 都沒有好 仍然都是這麼痛 我心想 住了三天 都沒有好 為甚麼 於是 我又叫了 葉莫師 來跟我祈禱 葉莫師 跟我祈禱 之後 他走了不久 我要起床 去寶寶 他去寶寶 我都發覺開始 已經沒有那麼痛了 已經 去完廁所回來之後 我還可以坐在那裡看電視 因為那時我是住大房的 同房有很多病人 都有幾個 他們見到我 為甚麼這麼精神 坐在那裡問我 我跟他們說 是的 我先頭 叫了葉莫師 祈禱求神醫治我 我跟他們說 神真的在我們有需要的時候 會幫助我們 同時也會醫治我們疾病 都講神的訊息給他們聽 都很希望他們都相信耶穌 很開心 神又一次很清晰地 醫治了我的痛症 第三次就是我下班的 坐巴士 我買了菜 拿了很多菜 坐了巴士樓上 當我差不多到站的時候 我打算拿了一些菜 就下車了 因為我是坐樓上的 走了兩級左右 巴士就跟著開車 我整個人 塞了重心 就飛了去巴士樓下層 那些菜全都掉在地上 我很害怕 當時都 因為整個人都在上面飛了下去 那我想一下 立即收拾菜 看看腳自己有沒有事 發覺那腳沒有事 當時已經很安慰 知道沒事了 於是就拿了一些菜 然後下車 回家 當我回家的時候 我經過商場 在商場的時候 我發覺 右腳的腳端 就開始有點痛 有少許痛 那我心 感到不妙 我說死了 難道現在才有腳 但因為 我要趕著回家 煮飯 給小孩吃 又沒有空理他 到晚上 我做好家務之後 正下來的時候 發覺右腳的腳端 都有點痛 但又不是很重要 我又沒有理他 當我睡醒的時候 昨天早上是星期六 那天早上 因為我要去 回教會的婦女團契 但是 當我早上起床的時候 那隻腳 一碰到地 就馬上 很痛 痛到 不可以碰地 要拿一隻拐掌 捉著 靠左腳 這樣 踩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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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見 那我走不到 那我接著 我打電話給 這個師母 跟她說 因為我昨晚 在巴士那裡 不小心 弄一腳 我今天不回來 團契 那我 那我 那怎麼辦 那腳有事 那我心想 因為我下個禮拜 我們 教會 是舉行 一個報行籌款 那死啦 我已經 報名參加了 有很多 教友都支持了我 已經 認捐了那些錢 我說怎麼辦 如果我出不了席 那便 變成 幫不了教會 報籌款 那我心想到這裏 就很 很 很 不開心了 於是 我就求神 你快點 醫治我的腳 讓我快點 好 讓我 趕得及 可以 為教會 補行籌款 然後 我 上床 休息 然後 有個電話 找我 那電話 是我的家長打來的 因為我 那時候 幫那間教會 跟那些 新移民補習 這個家長打來 告訴我 他們兩個兒子 我也有份幫他補習 他說 很不聽話 不知道怎麼教他好 就跟我談這個問題 那我就 提供他 帶兩個小朋友 回教會 因為 回教會很好 有 神會教導他 也有聖經的道理學 跟著 我跟這個家長 又分享 我以往的經歷 又跟這個家長說 叫他回婦女團契 也跟他分享 神的訊息給他 當我收到線後 我下床了 當我的腳 跌到地上的時候 其實我都很怕 更痛 一跌到地上 我都發覺 為何完全不痛 我開心得 我完全不痛 看看我的腳 就沒事了 真的完全不痛 我很感謝主 神醫治了我 所以說 你們要先求神的國 和他的言 這些東西 也要加給你們了 感謝主 神醫治了我的病 我要將榮耀 歸回給我們的神 好 大家好 我是阿貝 今天很高興 在這裡 可以跟大家分享 提出 在我們一家人裏的醫治 我記得在1998年的時候 我不會因為工作壓力很大 他長時期的癌 令到他的神經很緊張 有一天很突然 晚上吃完飯之後 他突然發臉 不動 左邊完全沒有眼 眼睛都眨不到 我們當時很怕 但是我妹妹 就懂得抗神 過程他都很平整 然後我們就將他送到診室 當時醫生 都跟他做了很多很詳細的檢查 但是得出來的答案 都是沒得解釋 醫生只是說 可能是三三神經的問題 如果服務員 如果服務員 藥物就沒有 只能給女婦純 靠自然 可能藥物理治 這樣就好 時間可能需要半年 我不會聽到之後 當時很擔心 很徬徨很害怕 因為他的嘴都歪了 我們也很擔心 後來 葉牧師知道 每天有事進了醫院 每天都去探望 不會找到診室 最深刻的是 他在診室裡面 連水也喝不夠 因為他喝完會流出來 控制不到香港水 記得有一天 護士找到診室之後 他不經意拿起水來吸收 他在診室之後 哭了一聲 就吞了下去 然後他自己覺得 好奇妙 神真的聽了託告 因為幾天來 老師不斷為病情祈禱 不斷叫我 紅會要依靠主 因為神是醫治的神 我紅會帶著這個信心 神真的聽了託告 而且很感謝主 他只是需要醫院 住了五天 他的臉容已經是正常了 正常比其他人 他現在快了很多 這裏真是燃了一番廢主 那個過程令我看到 神真的很奇妙 但當時我自己都未信主 直到後來我家裏 另一個人出現了問題 就是我最心愛的媽媽 我媽媽本身都是中了風 他其實都是 託問醫生託問了大約四年 病情在門外康復後 就越來越嚴重 我們整家人都胃益著 尤其是我自己 和媽媽感情不幸 所以我都很痛心 但是很奇妙 我想神真的沒有聯絡過幾個家人 後來我妹妹和我哥哥 就邀請了醫護師 來為我媽媽祈禱 在祈禱的過程 一開始我媽媽是不接受 因為我們家裏 可以說這麽多久以來 全部都是拜金銀口像 我媽媽很多神都拜了 對於我而言 因為媽媽擺筆 我們就擺筆 完全沒有深思過信仰是什麽 後來 牧師也不離不離 很多時候會和弟姊姊姊妹 來我們家 去探望我媽媽 後來神二的靈 感冒了我媽媽 她就開始接受牧師的頻道 記得第一天很突然 我媽媽就問我們 今天為何業牧師 沒有來和我提供 我們都覺得很奇怪 今天問她 媽媽為何你會 要叫業牧師來 媽媽就說 她的過程感覺到 很平安 和人家舒服了很多 她的肚也舒服了 於是我們就很好聚 知道神二已經是 令我改變我媽媽的根深 是復活了 便宜復活了 我都很開心 我們立即就打電話給業牧師 就復活了 幫我媽媽復活了 原來很開心 就是在我媽媽 可以說叫做 她神志最清醒的一天 最後一天 就接受洗禮 業牧師來幫我媽媽洗禮 她能夠跟著牧師一句一句的話 去說 她願意歸入跟著主 我們都很感動 很感動媽媽的佩境 在我媽媽洗禮之後 我深刻知道 我確信媽媽會跟著主 因為媽媽洗禮之後 翌日 她見到我們家人 她用她氣藥遊詩的語調 跟我們說 你們要信耶穌 信耶穌很好 這樣說 我們也很感動 我妹妹數珍 最醉的 她說媽媽 你會傳福音 很開心 我們 一家人都很開心 還記得有一晚 我跟素珍 陪著媽媽睡覺 有一晚 半夜的時候 我們看到媽媽 她擦大了一隻眼 但我看到她醒了 原來不是 我們看到她的眼 她看著天空 由左至右至左 好像看著一些很漂亮的東西 跟著 而且展示了她很甜的笑容 好像看到一些很漂亮的東西 但我們不知道她看到什麼 但就是看到她在笑 其實由我媽媽患病 這幾個月最重的這幾個期間 根本連笑 即連說話都沒有生氣 即是沒有說笑笑 我們已經很久沒有見過媽媽的笑 後來 跟著我們去醫院 媽媽後來入院男醫 醫院的醫生 都診癌過媽媽 其實那個 尿毒素已經很高了 跟我們說 可能都會幾辛苦 一個神出血的病人 過往她看到的 都是比較辛苦一點的 但她說她會盡量的一切 所做到的 簡介你媽媽 包括麻啡針 或者是處醒藥物 令到她舒服 沒有讓你的病人舒服 而我們當時都很狂妄 其實在這個時刻 我們覺得人生很無助 即是很無助 但我很感謝主 醫生所說的多種呼吸作用 抽筋 即全身抽筋 或者其他 只是嘔吐脫了 但她比同樣 腎出的病 我媽媽是安詳很多 她痛苦比其他人少了很多 這件事令我感到很奇妙 神的神念 真是很奇妙 雖然我媽媽最後都是上天堂 她都是因為她病而回到我 但這件事我看到 神教導我的生命一定會有死亡 但肉身是不重要 因為我的靈魂才是不熱的 我這裡很感謝神 拯救我媽媽的靈魂 而且令她很有尊嚴 很舒服地 慢慢離開人世 這是很感謝主的甜蜜安排 我媽媽一直在病床上 直至她主懷安息的時候 我媽媽的臉容都很安長 好像一個嬰兒一樣 熟睡 她在這個過程中 我們甚至看到她的臉上有榮光 這個媽媽的臉色是很苦同用 跟同期的病人是兩樣的 這裏我相信是主在安息人物 在醫治她 在我媽媽和同期的病前面 那個過程中 我看到 我經歷到 神真是允有愛恩 她兩面龍的拯救 還有她醫治的大人 無論是肉體、心靈 神都會醫治我們 我為父命公 我也是傳道人 這是我太太 我是她太太 我是孫玉琦 叫孫玉琦 我以前有坐骨神經痛 都有十幾二年 因為我自己會醫 每次痛的時候我自己會醫 不過就是治標不治本 年年都發 前兩年 就剛剛葉國財牧師 就祈禱 我就接受她說我祈禱 祈禱之後 這兩年就沒有發 雖然祈禱那時 不是痛的時候祈禱 但因為有個病 我找她祈禱 是很嚴重的 我祈禱之後 這兩年就沒有再發 以前呢 每次發的時候 非常嚴重 最嚴重的時候 可以不起身 走路都不行 有時輕些 但也很痛 我太太 所以就幫我查鐵塔酒 令膠布 有時要到她按摩 經常都見她 好像每年都差不多 的時候 鐵膠布 貼很多塊在腰骨 有時嚴重 也是不能行 睡 很辛苦見她 這幾年 不覺得她有這些事情 我不知道她是 因為無時祈禱已病已好了 不過今天我就知道了 我真是感謝神 感謝神的醫治 感謝神的醫治 所以這個神職其實 是信的人隨時都有的 希望個個都能夠憑著信心 接受神的恩典 以前有一件事 就有一次 因為我們有個會友 她爸爸就生癌症 她頭起了個大樓 無視了祈禱之後 教她用主祖文祈禱 功效很大 結果樓大約就燒了 變成能夠出現 這件是一個奇蹟來的 是神職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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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潘映霞 有一次是教會 跟姊妹 遇到葉牧師 因為我那個姊妹 她的腿是痛的 走路很不方便的 要抓著拐掌 還有慢慢走的過程 不過經過葉牧師 她的按手 在我們的頭上 為我們祈禱 那位前姊妹 真的很開心 她很感動 我看到她 好像有些飄飄然感的感覺 不過她笑得很開心 不過她又流眼淚 不過我跟著她很感動 我覺得神真的很真實 很愛我們的 她經過這個按手的祈禱 她的人就鬆了 走在路上 都舒服了很多 輕鬆了很多 我自己都有病的 我就有很多年的 英猴癌 醫生都跟我檢查過 同時也都懷疑我有英猴癌 經過葉牧師的祈禱 經過葉牧師的祈禱 過了沒多久 醫生被我的報告 就說我沒事了 葉牧師幫我按手祈禱的中間 我的身體很安慰 真的很平安 好像嬰兒是媽媽的懷 還抱著愛護的那種感覺 我真的不懂形容 我只知道很開心 很久很久 我都想著那一刻 好像是媽媽的懷 小孩入面那種安慰 那種保護我的 我真的覺得很安慰 很安長 很久很久我都還沒忘記那件事 是真的 我一按手祈禱 我就好像小了 好像小孩子 父親的懷抱 變了小孩子 小孩子這樣一開身 我喜樂 後來我都有改變了 我對神清近多了 我祈禱又多了 又依賴上帝多了 這些我是要感激神的 要和大家一起分享的 今天耶穆斯來到我家 為我先生祈禱 因為我先生也有些小毛病 同時我先生 有很多很多年 還沒入過教會 經過這次的祈禱 耶穆斯的祈禱 我先生黑頭了 他說要去教會 願意接近耶穌 和耶穌親近多一點 我很開心 這些榮耀 有規避主 真的是榮耀 規避上帝 你好 我叫張孕儀 我相信耶穌很久了 以前我感覺不到 天父好像我爸爸 但是經歷聖言充滿的時候 神醫治和釋放了我 我感覺到祂很疼我 和很愛我 我先生也覺得 我很大的轉變 周圍的朋友都覺得我 整個人都不同了 開朗了 和開心了 另外 我先生覺得我很不同 每天都覺得 很奇怪 以前都不想我 拿著《聖經》看 現在每天都看《聖經》 他叫醒我 我為祂按手祈禱 我便按著手為祈禱 祈禱之後 我都睡覺了 沒有理會 到第二天 放完工回來 他跟我說 老婆你知不知道 你為我按手祈禱之後 我沒有再打了一次 我又睡覺 直至到我今天 放工回來 我已經很舒服 我心裏 覺得整個能力很大 我越親近他 我越覺得他很疼我 很看我每一件事 我以前不會負責做些甚麼 在大會 只要做些兒童仇拜 有些多點出聲的事 但星期一有一個聚會 現在就在我家裡聚會 當中我經歷聖禮之後 我就開放了很多 我夠膽在當中 講甚麼 聽甚麼聖禮 怎樣去改變 還有我們一起 我以前很願意為來到的姊妹 去祈禱 當中沒有見到 有一些姊妹得到釋放 例如有一個姊妹 她是做髮型師的 她經常抵抬手 那晚來到 我記得她說 背部的筋很痛 扯著 她說其實不是一日兩日 很長期的感 她說她打算看隻腰 那晚來到 我們就為了按手祈禱 祈禱的時候 她說有些熱流 被她流過 後來其完好之後 她說整個筋都舒服了 她說整個人都鬆了 我覺得這些一切的工作 都不是我做的 都是神在我身上做的 我越親近祂的時候 要認識祂的時候 要覺得神很疼 會開闊我每一件事 我真的一切好為人 要歸彎起來 我真的要帶你去 你隔壁的人 是我的女兒 我尤正閑 今天我們想說見證耶穌 我是祂的女兒 看到這一年來的耶穌在祂身上的祝福 在祂的身體上 和在祂的靈命上 祂當初由拜偶像 來認識到神 其實最主要是說祂的身體上 在祂身體上的經歷 來認識到耶穌 給祂平安祝福祂 那時候祂的心臟是有問題的 十幾年了 你的心臟有什麼問題 心臟就是心臟痛 不過是暫暴肌 他的心臟是有血管閉塞的 做了很多次手術 在去年 他的心臟其實都很危險 但是這一次來講 經歷到神給祂的平安 將祂改變了過來 從拜偶像就開始相信了我們的神 其實在當初 我媽媽由拜偶像到信耶穌 其實這是一個很大的經歷 因為看到 耶穌士和張牧師 在我媽媽的身上按手的祈禱 他真的感覺到神的同在 聖靈的同在 聖靈的同在你身上 祈禱的時候 你有什麼感覺 感覺有了 心很快 不用痛 神在心裡 好像有無字 神好像按手在你心上 叫你的心臟 沒有那麼痛 你感覺你的心臟怎麼樣 心臟好 我擦了 那時候平時 沒有痛 睡覺自在 讓你睡覺自在一點 以前那隻腳是怎樣的樣色 黑色的 好像很黑 我都看過他 先前看過他的腳 其實有腫 有黑 好像假 不是他的 那隻腳 那現在來講 他的腳開始好一點 而且他是受力不到的 那隻腳 但現在他仍然可以持續到繼續走 那是一個神色來的 其實回想回頭 就是媽媽的改變很大 那時候我不相信 我女兒有症癌 叫我入教會 我說有什麼好入 這次不知道為什麼這麼容易 爹會講 其實這個是神的同在 我們看到十幾年祈禱 由我剛剛當初回到教會 到現在當初反對我最重要的 都是我媽媽 罵到我死死了 都是我媽媽 但是到今時今日 我媽媽都去信了耶穌 看到耶穌在他身上的改變 他的改變 將他的身體 由一次又一次在死亡邊緣 拉回他轉頭 除了在香港之外 他亦都在台灣 我曾經見過 還有我哥哥都說過 哥哥是醫生 他都說 你好過來台灣探他 可能來說 真的未必回到香港 但他又一次在死亡邊緣 走一轉頭 其實真的很感謝耶穌 因為耶穌聽到我們的圖 是真實的 不是假的 我是Polly 我一直都很想我媽媽信耶穌 但是一直都沒有機會 我經常都祈禱 我說快點信耶穌 快點信耶穌 就好了 這次真的有一次機會來了 這個機會 真的令到他改變很大很大很大 我媽媽一直都不舒服 她一直都有失眠 還有胃痛 就是胃痛到醫生要叫他 照胃鏡 懷疑他胃囊 那些病 我媽媽經常都很擔心 就說 哎呀我不想照胃鏡 人家說胃鏡很痛的 經常都不安心 我又不知道怎樣可以幫到他 當然是看醫生 看極都沒用 就是一次祈禱會裡面 我說 講分享 講到胃鏡的時候 母師就說 不如去探望你家人 探望你媽媽 我覺得是一個好機會 就好了 當母師到我家的時候 我媽媽就很招呼他 很歡迎他 那麽牧師就說 不如和你祈禱 你一直聽過 你一直有些不舒服的 那麽牧師為了我媽媽祈禱的時候 就 就是我媽媽呢 我媽媽就感覺到 她本來有失眠 有 經常很想睡覺 但她睡不到 經常都覺得睡不到 教導她 經常有口氣頂著 很不舒服 那麽牧師和他祈禱的時候 就覺得那天神的靈 就臨在 觸摸著她 她叫她整個身 好像放鬆了 那麽牧師說到 煩老虎 擔重擔的 就可以到她那邊 就可以得安息了 那麽我媽一聽到這裡 就好像 鬆了 整個人都放鬆了 整個人都坐在那裡 整個人都說 我好硬睡 我好想睡 為什麽會這樣硬睡 我覺得很舒服 那麽 那麽大家都很大感動 覺得神就在那裡工作 那麽我們呢 整機就說 神這麽厲害 當然是為了我媽媽的為祈禱 那麽我們就為了媽媽的為祈禱 所以神會行神 即會有力量 我們就有這個信心 就是行事了 戰戰兢兢的 但是呢 哇 神真的很厲害 因為我媽媽的感覺 突然間 嘔了一下 她就好像 把那一口胃氣 嘔了出來 她說 哎呀 胃舒服了很多 她說 哎呀我現在很舒服 我真的很想睡覺 那麽呢 經歷過這樣之後 那麽牧師就說 既然耶穌這麽快就祝福你了 你想不想耶穌呢 祝福你更多這輩子 都祝福你呢 那你就更加給你平安 那麽媽媽就說 就說 好啊好啊 那一刻呢 那麽牧師就幫她悔改形罪 才信了耶穌 那麽我覺得呢 是一個很大的轉變 我媽媽現在呢 她竟然可以周圍跟人家說 我現在信耶穌的 我現在信耶穌的 我現在信耶穌了 她是很引以為榮 後來呢 牧師呢 都鼓勵我呢 去和媽媽祈禱 知道神一定會祝福我們 那我就要求我媽媽和我一起進入祈禱狀態 一切呢 將一切的東西交給耶穌 交給神的時候 那我媽媽呢 那我媽媽呢 都感覺到那時候 真的又在醫治她 那她呢 那些失眠真是好了 她真的呢 睡得很舒服 每一天 第二天 每次都跟我說 啊我昨晚真的睡得很好 那我 我覺得呢 祈禱是有用的 我媽媽就覺得 原來祈禱是可以的 就要求我為她祈禱 那我媽媽就跟她說 我說 自己祈禱也可以的 只要你有信心的話 就可以了 那我就鼓勵我媽媽去祈禱 那我媽媽呢 真的那些睡覺那些呢 真的有很多 那我真的睡得很舒服 那我覺得 那神呢 真是醫治的神 我覺得祂很厲害 很厲害 所以呢 好啊 一個好的見證就是 我媽媽已經 信了耶穌了 哇 非常之好啊 神就醫治祂了 嗯 你們的命 完了謝榮耀 還贈到歸比神了 我是劉思求 她是我媽媽 我媽媽信了耶穌已經有十幾年了 那她在今晚呢 大概六點多鐘之前呢 她就不太舒服了 嗯 不舒服 現在呢 你牧師幫我祈禱呢 就舒服了 多謝耶穌 那耶穌 另外還有一樣呢 都要感謝神的 感謝神 感謝天父 那我媽媽呢 那我媽媽呢 在01年初呢 那她就在廁所那裡 不小心就掉到腰骨 那她就 經過看醫生 照過呢 她沒有事 但呢 她腰骨都痛 那所以呢 就要吃多少粒子痛骨 就要吃多少粒子痛骨 那吃完六十粒子 之後呢 誰幫你祈禱呢 耶穌師幫我祈禱 祈禱之後 怎麼樣 祈禱完肚呢 就沒有骨痛了 就不用吃子痛骨 就不用吃子痛骨 沾美臣 一起為了教協 大家好 我叫周慶芳 在我初初認識耶穌之前 呢 我有點抗拒她 很多年來呢 我身邊的朋友 他們都入了教會 信了耶穌 我確診他們生會都很開心 都很有一個善心 我覺得他們很偉大 周圍傳導 大熱天時三十多都很熱 他們都是這樣去 我心裡想自己能不能這樣 在我最不開心的時候 我剛剛是神安排 見到杜太太的醫生 剛剛幾次見到他們 都是回教會的 他們說不如你去教會試試 我覺得杜太太好 我說好 跟他們去 因為那個教會的時間很適合我 如果不是我都早就去了 其他教會不是很適合我 我跟了他們之後 在義牧師第一次跟我祈禱之後 我覺得那些煩惱自然消失了 還有人輕鬆了 到第二次的時候 義牧師有次跟我祈禱 那時候我也是很感動 因為他本人當時不太舒服 很辛苦 到晚上自己睡覺 我就想 我說 自己想想 是不是神奇妙呢 因為聽到阿爺這生 講起先生的時跡 我想想想 我很安靜地睡著我一覺 很平靜地睡到第一天 大天崗九年多 我不太相信自己能夠一覺睡到天崗 因為我往日不會一覺睡到天崗 都要最少一次 有時兩次 起床要去拖你 但我那晚是不需要的 我心裡想 神真的要我出奇蹟 我試試第二第三天 祂都是這樣 我現在信了神 信了神不太久 不久 偶爾喝多湯水 都會 但大多數都不用 我覺得 信了神之後 奇蹟在我身上發生 然後我就繼續尋求神幫助我 到第二個例子 就是 我很多時候 我都跟我先生有討論 我覺得自己有道理 就撐下去 但後來 我想著神教我們 要學的東西 就是寬算別人 寫給別人的罪 我接著就收口 沒有那麼好氣和你撐了 那我身體便平靜了很多 我還有帶了一個朋友 叫做儀鳳欣小姐 祂都是一心向主的 因為祂身世很多 那些問題是解決不了 但祂現在的心情 祂都說平靜了很多 輕鬆了很多 都說解決了很多 這個 就是神幫助的問題 多謝主 祂在這麼多方面 祝福我 感謝主 並不要歸於主 好了 維枕 我知道兩年前 你試過一次 心裡會很不舒服 那次你為甚麼會不舒服 那些女兒搬離 那些孫兒搬離 我心裡不舒服 成天 私臉上 不能睡 睡不著 心裡叫做理學書、張護書的祈禱 祈禱,又可以睡,心裡腰骨痛 腰骨痛,腰骨痛,腰骨痛,坐也不行 起身也不行,轉身也不行 很不舒服 因為心不舒服,所以又不能睡,影響到腰骨痛 那個時間有多長? 有幾個月 今天葉牧師跟我祈禱 張護書、你、謝太那些跟我祈禱 子耶穌聽我們祈禱,這樣好睡 又好睡,腰骨又不痛,轉身也不痛 醫生也不痛,走路也不痛,坐也不痛 現在不是好睡 我都好舒服 多謝耶穌,多謝葉牧師、張護師 和你們兄弟姐妹幫我祈禱 還有,你那時從來都沒有試過這樣痛 腰骨那些東西 沒有 祈禱完之後,真是神醫治你了 到現在有沒有痛? 現在沒有痛 即真是神醫治好 神醫治我好 好睡,我便來做一個見證 將來要歸比神 對,要歸比神 對,要歸比神 親自你的信心 親自你的信心 即是神可以做更大的工作 可以問一下 邊心 所以,讓我們補充和我們一起補充 耶穌,耶穌,耶穌 講得怎樣? 完全不痛 剛才還好痛 現在完完,一點點痛,好嗎? 多謝耶穌 多謝耶穌 神的祝福就是這樣 你覺得有些甚麼? 我留意到的 留意到的 這個很重要就是信心 我們每一個人一起信心 一起信心 一起呼喚 沒事吧? 就是全部人 多謝耶穌 當你看完這張光碟 看到耶穌這麼快祝福這些人 希望你都會打開你的心 很想耶穌祝福你 一生祝福你,永遠祝福你 耶穌很想拯救你,很想醫治你 很想在各方面祝福你 在這時候我都邀請你 跟著我做一個祈禱 如果你真心悔改認罪 信靠耶穌做你的救主 耶穌就馬上拯救你 馬上祝福你 我都邀請你這個時候 跟著我一起 黑迷眼,專心的討告 親愛天父,我們感謝讚美你 你非常關心我們 非常愛我們 你差遣你的獨生兒子 耶穌基督 為我們的罪寫十字架上 承擔我們一切罪的刑罰 來射免我們的罪 來拯救我們的靈魂 因為耶穌受的鞭傷 我們得到醫治 我們感謝讚美你 我們都是罪人 我們需要耶穌做我們的救主 我們承認我們有得罪你 有得罪人 求耶穌射免我們的罪 我們有生氣的人 想過不好的事 講過人的閒話 有自私,有貪心 求耶穌射免我們一切的罪 用你的補血 洗乾淨我們一切的罪 我們打開心門 求主耶穌進入我們的心中 做我們的救主 拯救我們 我們願意一生跟從你 求主耶穌祝福我們 現在祝福我們 永遠祝福我們 我們感謝你 讚美你 祈禱奉耶穌命 阿門 如果在祈禱的時候 你有真心悔改認罪 信靠耶穌做你救主 耶穌就已經拯救你 你已經是神的兒女 希望你會參加教會 去認識耶穌更多 每天都祈禱看聖經 也都希望有機會 我們為你祝福祈禱 讓耶穌的恩典更大 祈禱在你身上 主祝福你 在這個時候 我都想和你分享我的背景 我在1970年 在波道會信主 後來去到 美國三藩寺的 宣導會聖經大學 獲得一個聖經學士學位 後來我又在 美國路德會神學院 獲得兩個神學碩士學位 因为我想不仅是做牧师 也能够教神学 去祝福更多的人 后来当我经历圣灵充满之后 我就分析到底我所经历的是否合乎圣经 我在1983年做牧师 在1998年的时候 经历了一个很特别的经历 将我完全改变 在当时有一个被圣灵充满的报道家 为我按手祈祷 按手祈祷的时候 我感受很大的能力进入我里面 好像电流一样 接着我感受很强烈神的爱 充满我的心 当时我不是在想神的爱 但忽然经历到神的爱充满我的心 我心就很感动 立刻哭出来 我就说 原来神这么真实的 神是可以经历到的 神的爱真的可以淋在我身上 在那次经历圣灵充满之后几天 有一个人要求我为几个人按手祈祷 在按手祈祷的时候 有一个人就说 他感觉有能力进入他里面 我就很惊奇 原来神是很乐意使用我们的 那大约两个月之后 我去一间教会讲道 讲道之后 我为了一些人按手祈祷 按手祈祷之后 有一个婆婆 她就大人来说 我初头鱼骨痛现在好回了 接着有一个婆婆又起床 她说我肩头痛现在又好回了 在那时我看到 圣经所说的应许首按病人 病人就必好了 真是在今天都是真实的 从那时开始我就很多时候为人祝福祈祷 真的有很多人病得医治 我经历圣灵充满之后 也都用圣经去分析 到底我所经历的 是不是圣经所说的圣灵充满呢 我就看到我自己 很想离开一切的罪 很想追求圣结 很想祈祷 很想看圣经 并且在圣经里面 得到很多的帮助 并且为人祈祷的时候 很多人会改变 更加爱耶稣 病得医治 很多人信主 就让我们知道 这个真是神的工作 连一切荣耀重赞都归给祂 愿意神的恩典 也都更大地 临在你身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